三徒总说 十干五蕴,阴阳各半 阳曰太过,阴曰不及 太过则气望,反其圣极者之化 不及则气衰,圣极者来奸其化 上应五星之下,下应百物之成 而在枕之后博,犹是注意 其或太过有志,不及得住,即为平气 经所以有三气之计也 然六十年运气相邻,又有天福 天行,顺化,不合,小逆之别 则非三气之所得该矣 夫沉于下,太过五态之年 甲物,丙,更,任也 反其圣极之化 如甲土太公,反其木化 任木太角,反其金化 耿金太商,反其火化 物火太征,反其水化 丙水太雨,反其土化事也 凡三十年 不及五少之年 疑,丁,己,心,鬼,事也 圣极者来坚其化 如极土少公,木来坚化 丁木少角,金来坚化 以金少商,火来坚化 鬼火少征,水来坚化 心水少雨,土来坚化事也 凡三十年 平气,如运太过,而得四天之志 若耕子,耕武,耕饮,耕身 金运太过,思天之火气易之 得则审平之化,为金之平气 物晨,物絮,火运太过 思天之水气易之 则得生明之化,为火之平气 运不及,而得思天之助 若己丑,己味,土运不及 思天助之,而得备化之计 为土之平气 以卯,以有,金运不及 思天助之,而得身平之计 为金之平气 丁四,丁亥,木运不及 思天助之,而得夫和之计 为木之平气 又若己事,己害,土运不及 木来坚化,又得木思天助之 故坚负何之化,为木之平气 以事,以害,金运不及 而木得自专 又值木思天得令 则木其坚化 而坚负何之计,为木之平气 心丑,心畏,水运不及 土来坚化,又得土思天助之 故坚负何之计,为土之平气 丁丑,丁亥,木运不及 则土得自专,又值土思天得令 则木其土化 而坚负何之计,为土之平气 丁亥,丁亥,木运不及 金来坚化,又得金思天助之 故得身平之计,为金之平气 亏卯,亏有,火运不及 则金无所谓,又值金思天得令 则金其火化 而行审平之计,为金之平气 何而言之 太过而得平气者六年 不及而得平气者十八年 则太过者二十四年 不及者十二年 平气者二十四年 又如新运出交之月日时 与运相合者亦得平气 如甲子年 出交之月日时得己 以丑年得耿事也 然就而言之 太过之中 六甲年 子午饮审顺化 陈旭不合 六更年 子午饮身天行 陈旭想腻 六丙年 子午饮身不合 陈旭天福 六任年 子午饮身小腻 陈旭顺化 六悟年 子午饮身天福 陈旭天行 除天行六年强而有志 应入平气外 天福六年 强而得住也 顺化六年 强而得生也 小腻六年 强而泄气也 不合六年 强而知人也 不及之中 六几年 仇畏天福 毛有小腻 似害天行 六乙年 仇畏顺化 毛有天福 似害不合 六新年 仇畏天行 毛有顺化 似害小腻 六丁年 仇畏不合 毛有天行 似害天福 六奎年 仇畏小腻 毛有不合 似害顺化 除天福六年 弱而得住 应人平气外 天行六年 从圣极者之平气 弱而不能自主也 不合六年 从圣极者之平气 弱而不能自然也 小腻六年 弱而泄气也 顺化六年 弱而得生也 是太过不及之中 又有胜衰后脖之分也 五运行大论曰 弃相得则微 不相得则甚 所胜则微 所不胜则甚 非其实则微 当其实则甚 又非可执依 以求矣 暗思天 与五运六十年 淋浴 变化不测如是 则在权 即左右兼器 当意有然 经未明言 无感赘述 是在智者因事而推测也 又按阳年齐化 阴年兼化 皆不专用本宫之化 而用圣极者之化 然阳强阴弱 故自有别 齐化者 负弃孤行 敌来诚之 诚治之意也 兼化者 禅若诗味 敌夺其政 胜负之端也